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在最近一次公开活动中华晨宇的行为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他在台上的行为被描述为大牌 甚至有些傲慢 他不仅怒摔话筒还多次刁难主持人 这无疑给现场的气氛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周深站了出来 他的一句话就像一道暖阳 瞬间照亮了整个活动现场 他的言辞中充满了理解和包容 让人感到温暖 他的出现就像是在冰冷的冬天里送来了一股暖流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周深的这句话不仅成功的救场 也让华晨宇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困扰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周深的人格魅力和领导力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手 更是一个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人 一招君子一招臣 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也不看看华语乐坛谁的姓 2023年火星演唱会上的喊话视频引起热议 粉丝们奉华晨宇为神 而华晨宇在舞台上拿着麦克风只是浅浅一笑 酷炫狂拽地回了句 不然呢 回应他们的是骤然响起的尖叫声 估计粉丝已经被他们的神摔晕了 看到这条视频时 网友的评论更是清一色的统一 嗯嗯 娱乐圈最会做法的法师大神 曾几何时 那个在镜头面前腼腆内敛对自己音乐有着超乎常人痴迷的可爱男生 还被大家轻易地称作花花 到现在却演变成了热衷于做法嗑药的节奏大师 明明出道极巅峰 现在却路人员近视 华晨宇终于在放飞自我丢人现眼的路上 越跑越远 火星男孩出入地球村 华晨宇是湖北人 家里是真真正正有矿的富二代 父亲是做生意的大博士银矿集团老总 一年就是十几亿的收入 熟后家庭背景下培养的是华晨宇更加桀骜的资本 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并没有跟着父亲从商 而是立志要考上音乐学院 最后在复读一年的强压力下考上了武汉音乐学院 初次进入大众视野的他穿着白色的半袖 戴着黑矿的眼镜 一曲无字歌征服了评委席的尚文杰 并以知己著称 又因他独特的曲风和不同常人的脑回路 被大家叫火星弟弟 全表通过海雪的他在之后的快乐男生比赛中 更是屡战屡胜所向披靡 一首《忘忧草》夺得13年比赛总冠军 大家都想尽全力保护这个脆弱又敏感的男孩 华晨宇刚出道那时确实做到了真正的量产 接二连三的推出很多音乐专辑 《烟火里的尘埃》《国王乞丐》《卡姆西莫多》的礼物等等 又凭借自己优秀的唱作能力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舞台上的他闪闪发光 依旧带着腼腆和礼貌 2014年华晨宇开启第一次演唱会发起售票时 仅1分36就被卖光了 后续演唱会更是在上海大舞台霸连开三场 成功站稳内地新生代第一人横扫各大榜单 日榜 周榜 月榜第一的位置 最佳偶像 最佳新人又多次在音乐舞台上获得 最佳男歌手以及男艺人等奖项 一时之间炙手可热 仅几年时间就成为娱乐圈乐坛顶流 然而对于他的音乐制作却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度 为了您更方便讨论和分享 辛苦您点个关注啦 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哦 专注做法新唱功 我想知道什么人会听他的歌 什么样的人会去看他的演唱会 喜欢他的人都像嗑药了 种种质疑 网友纷纷表示自己欣赏不来这种高难度的歌曲 虽然自诩是华语乐坛实力顶流 叛逆才子 但无论是好歌的数量还是流传度都不尽如人意 只能靠一次次的做法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取高和寡 在参加明日之子的综艺时直言从不期待毛不易 你的曲子在我这里一直都没有过过关 还至于毛不易的歌都是烂口水歌 一次又一次打压那个没背景 资深艺人挑战资本的护士毛不易 王牌对王牌有一环节是比评高音 华晨宇一向以高音著称 对于同样高音的小沈阳表示不屑 甚至摆出脸色 随着综艺节目的播出 昔日营销的单纯孤僻男孩 人设崩塌路人员尽失 被他抨击的毛不易 在娱乐圈也站稳了脚跟 后来他同参加一档综艺 华晨宇太太上沉浸式表演寒压少年 又拿出他的做法三件套 幕后是惊呆了周深和麻木 看淡了的话毛不易 割韭菜怪圈 他割韭菜甚至割到了自家粉丝身上 天价演唱会的开幕 舞台和观众席完全的区别对待 开始之前就下了一场大雨 粉丝来的时候地上都是泥泞 而主办方只是铺了一层会吸水的地毯 只要一踩上去水 就像从海绵里一样被挤出来 扑朔迷离感情观 曾经在综艺中立单纯无害人设的 华晨宇被粉丝夸是泥潭里的高山流水 之前和杨幂一起参加节目的时候 还会低味十足地教育他的裙子太短 面对媒体采访时 也坦诺自己并没有接触女孩子的机会 那是寂寞的人才会想要谈恋爱 而自己生活中并不寂寞 不知道他自己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记起来和自己暧昧 甚至有过孩子的女生呢 是的 我们是有一个孩子 在郑爽出事的时候 华晨宇抓住了这次机会 避免了大众对他的大肆讨伐 甚至在粉丝面前立了一个 敢做敢当有责任心的好男人形象 曾经和张碧晨同上一个综艺节目时 两人举止亲密还被大家磕CP 可华晨宇却说 我们只是哥们 现在却和自己的哥们生了一个孩子 那看来他在生孩子这件事倒是极具天赋 张碧晨更是给足了他面子 没有说他一句坏话 把责任都归结于自己的身上 说自己是因为害怕才带着孩子出国的 华晨宇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邓子齐还专门做词作曲画表明心意 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 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华晨宇落下 自此华晨宇口碑迅速下滑 从原来的纯情奶狗变成现在的渣男 男人设去博取流量 始终将会被人之前得到的红利反噬 自出道以来就标榜是火星来的少年 怪咖音乐鬼才与主流音乐作比 他的音乐总是有些格格不入 从出道起 大家就因他癫狂怪蛋的演出方式吸引 甚至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可随着知名度越来越高 他的打开方式也越来越诡异 嘶吼咆哮手指乱颠 似乎成了他的每个歌曲必备的三大元素 跳大神色的风格经常遭到网友的吐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进行关注哦